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这两天 马云突然又成为舆论的焦点 9月7日 先是纽约时报报道 马云表示 计划于周一 也就是9月10日 辞取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职务 转向教育慈善事业 这家价值420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 将出现一次权力交接 这个消息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甚至导致阿里的股票下跌了3% 随后 阿里巴巴公关部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对新闻记者回应称 不管是在社会公益 还是在阿里巴巴 马云天天都在做老师 也天天梦想着再去做老师 这对他而言 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 马云在他所拥有的香港南华早报上 发表了他接受采访的文章 明确表示不退休 但要发表一个阿里乘船计划 被外界认为 这是公开在否认纽约时报的有关报道 国内的新京报 也报道了相关的新闻 9月10日 星期一 马云正式宣布将于2019年的9月10日 卸任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 由现任集团的CEO张勇接任 马云说这标志着阿里巴巴完成了 从依靠个人特制变成依靠组织机制 依靠人才文化的企业制度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 纽约时报是一家非常严谨的 世界级的新闻机构 关于马云的有关报道 是来自对马云本人的采访 从后来的结果看 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符合事实 说马云将转向教育慈善事业 公司将出现权力交接 纽约时报的报道和马云正式的决定 唯一的不同就是 纽约时报说 马云将从18年的9月10日 辞去阿里巴巴董事局的主席职务 马云说 他将从19年的9月10日 辞去董事局的主席职务 这也许是纽约时报的错误 但也可能是马云 在某些压力之下的临时变化 更大的可能应该是后者 是马云出尔反尔 显然 马云的这个决定 对中国目前已经很不妙的经济形势 会有所冲击 至少会带来不好的预期 为此官方的媒体 尽力去转移民众的视线 从理念转变 规避关键人风险等角度 来解读马云的退休决定 试图从阿里巴巴企业内部 去寻找依据和原因 而回避中国的大环境 对马云这个决定的影响 而外界普遍认为 马云的这个决定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 其中当然暗含了马云对中国当前的整体环境的不满 纽约时报引用专家的话说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他都是中国私营部门 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 不管他乐不乐意 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尽管马云否认他辞职的决定 有任何不满的因素 但是以这种方式宣布辞职 这件事 马云实际上很是欠考虑 甚至有些不学无术 这个不学无术最初其实并不是个贬义词 只是说缺乏权术的意思 这里说马云不学无术 是因为他这件事情干的不够聪明 俗话说 在商言商 在中国商人一般会回避重大的政治问题 尤其是那些具有红色血统的富豪们 都极为低调 更是很少在公开场合 涉及政治话题 相反 作为草根层出来的商人 马云却经常是在商严正 这当然是受中国整体的环境的影响 但是这也充分反映了 马云个人的选择 这实际上暴露出 马云身份上的卑微和内心的萎缩 马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时的采访时 认为 邓小平镇压六四的决定 是不完美的 却是最正确的决定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马云竟然公开说出这样的话 显然是为了和太子党去合作 再向他们地上投名状 马云玩的根本不是市场 他玩的就是中共的政治 在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前夕 纽约时报曾经对阿里巴巴 和中共太子党的关系 做过深度的报道 认为马云与中国最有权势的 政治局常委家族结盟 是他的企业能发展到今天规模 到华尔街上市的关键因素之一 后来阿里巴巴他自己公布的股权结构 也证明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非虚言 然而当时阿里巴巴对纽约时报的报道 一口否定 声明说我们曾多次表述 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感恩与敬畏 我们在此也再度声明公司的立场 我们唯一的背景只有市场 对于外界强加与公司的各种背景 我们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需要 应该说 马云的这个声明是一半真一半假 感恩和敬畏是真的 只是感恩和敬畏的对象 并不是这个时代 而后一句话 我们唯一的背景 只有市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在中国能把生意做到这样的规模 特别是进入中共高度垄断的金融领域 没有背景是绝对不可能的 马云这样说只会越描越黑 马云的这番话很荒诞 但马云的态度却非常的认真 换句话说 马云在非常认真的说谎话 马云的这个态度 无疑是给背后的那些人看 马云显然不在意外界怎么看 在那些权贵们看来 谎言是否能骗人 那是能力问题 愿意不愿意撒谎 却是态度问题 只要态度端正 就是撒谎水平低一点 那也是能够被谅解的 在去年11月 在目睹了多个富豪身陷领域 甚至死于非命之后 马云说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凭着政治稳定 社会安全 加上中国经济 依旧保持6%以上的增长 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是最好的 可中国的事实和马云的说法 根本就正相反 谈论这个话题 这恰恰说明马云他意识到了危险 说这番话 是在替自己买保险 应该说 只要还有基本的判断力 还有基本的感知能力 就一定能够发现危险已经来临 但是马云选择在这个时候 高调的宣布将要辞去董事会主席 而且要专心从事教育慈善事业 对于马云个人来说 这实在不是一个很高明的做法 马云严重低估了他这个决定的政治意涵 特别是马云选择这个时机 其实非常不好 这会给中共高层一个感觉 马云要跳车 要分道扬镳 很有可能 这是马云急忙否认纽约时报报道的根本原因 马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我退休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而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马云这句话或许缺少一个限定词 在某些人看来 这明显有点大逆不道 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开启一个新时代 这个人应该不是他马云 更荒谬的是 有媒体为马云的辞职辩解说 战略决策上 阿里巴巴有独特的合伙人制度 合伙人是阿里巴巴最高权力中枢 确保没有马云也能对公司战略进行重大决策 马云还给阿里搭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体系 这样阿里巴巴在缺少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 都能正常运转 这句话似乎很早就有人说过 当年邓小平在血腥镇压了89民主运动之后 开始考虑移交权利 邓小平曾经说 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 对党和国家不利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 是很不健康的 是很危险的 但是中共的体制决定了 邓小平的这个担心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 就是一个名正 只是按照阿里巴巴的这个说法 这岂不意味着 马云解决了 中共解决不了的重大难题吗 马云说他没有退休 他只是转换了一个方向 事权如命的毛泽东也多次说过 以后做一个历史学家 带一个随从一匹马 沿着黄河去考察 邓小平也多次说过 要退下来 就是人民不同意 说说和真做 这之间的区别 可能比谎言和真言的区别还要大 特别是只有54岁的马云 决定交出手中的权力 退居二线 这在当今中国并不是一件小事 马云着实低估了他辞职的 人越大 妈的 有那么多钱 你突然发现 你要干的事情也多了 因为找你的人都大了 以前你没钱 没人找你 你有钱以后 找你的人都很大 要不就有权 你吃不消 马云把他的经历比作爬山 你没有达到八千米以上 你不知道空气有多么稀薄 你真的爬到了八千米以上 你会想 他妈的 老子怎么这么傻 跑到这上边来 有人说 马云玩的不是市场 是政治 其实这背后是政治在玩马云 对于这一点 马云应该非常清楚 曹宇的话剧《日出》里 有一个近乎流氓的角色 银行家潘月亭 这个潘月亭 不断的欺辱他的手下 不断的欺骗他的客户 然而 他这个小流氓 最终却被大流氓耍了 马云的精明之术就在于 尽管他已经是阿里帝国的国王了 但是他知道 自己依然还只是一个小流氓 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小流氓 玩不过大流氓 马云说 我自己觉得 中国的企业家 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就这句话来看 马云还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 因而得意忘形 应该说 马云一定是嗅到了什么味道 才做出移交大权 急流永退的决定 这个决定无疑是聪明的选择 但是在撤退的方式上 却极端的愚蠢 尤其是发表这个撤退的宣言 更是愚不可及 从事教育慈善事业和承传计划的说法 只能欲盖弥彰 估计马云又得找机会拍马屁 献中心以求得宽恕 在当前如此险恶的环境下 假如马云真的能全身而退的话 应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